不可能會遭受到迫害的這些政壽部 那我想跟各位講 這是目前正在進行的台南市都市計劃 通盤檢討的第一階段 你知道這麼厚厚的一大本 通盤檢討的一個計劃書 這麼厚厚的一大本 你知道這407戶有沒有他們的位置 有沒有他們的位置 在裡面有沒有提到這407戶 我跟各位講幾乎是沒有 他唯一的這麼厚厚的通盤檢討計劃書 只有一頁 只有這一頁 只有這一頁 第六章 叫做實施進度與經費 實施進度與經費 然後在這邊就明白指出 開發的方式要採取一般徵收 然後呢 徵收呢 只把這407戶呢 他只考量 我們的徵收的補償的費用 還有地商戶拆除 拆遷補償的費用 大概是3億多 完全沒有看到人啊 各位懂得我意思嗎 整個都市計劃的通盤檢討書裡面 這407戶 我們的政府 尤其是台南市政府 根本都沒有看見 只有這單單的這一頁 然後說要用一般徵收的方式來進行土地開發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把徵收這麼嚴厲的手段 對人民基本人權侵害這麼大的一個工具 我們這麼輕描淡寫 一夜就過 我只要給你錢 你就一定要給我搬家 是這樣子嗎 土地徵收可以這樣的 哪哪用嗎 我們都知道 憲法第15條 民文規定 財產權 生存權 工作權 應於保障 尤其是我們已經解除了戒嚴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回覆憲政 我要試問 台南市政府 各位 這是現在進行事喔 不是過往戒嚴時期喔 這是過往戒嚴時期 我們是這麼在幹的 台南市政府 到現在 民國103年 還是這麼在幹 還是這麼在侵害人權 只有一夜 而且還是單夜 不是兩夜 完全沒有看到人 完全沒有考量到人性 這個市政府有人性嗎 這個民進黨有人性嗎 民進黨 你千萬不要喪失了 你當初創黨的一個靈魂啊 你當初創黨靈魂是什麼 最近我們都在談 城大的南融廣場 我們多少人 台灣的社會 那麼多的人 在懷念正南融 結果你現在 離南融廣場其實很近了 這407戶就住在南融廣場的附近了 不是在台北咧 不是在台東咧 他們就在南融廣場的附近 407戶 結果台南市政府 你是這麼在搞的 你跟成大有什麼差別咧 師父賴清德 你跟成大有什麼差別咧 你有重視人權嗎 民進黨當初不是說要 重視民主 重視人權嗎 你創黨的靈魂 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是不是也遺忘了 當初這個戒嚴體制 應該要改了 結果你們現在 台南市府 還有民進黨 轉型正義 只是嘴巴講講 我們又真的轉型正義了嗎 現在其實根本沒有 把他忘了 現在的民進黨的台南市政府 的市長 也是用這樣的戒嚴的土地徵收制度 在欺壓老百姓 你說可以這麼做嗎 可以這麼做嗎 他說都回答我們的意見 我跟各位報告 明白的報告 我已經下去台南很多趟了 從去年 還是前年 前年 從那個工程技術論壇 我提了一大堆問題 後來我到都委會的陳警惠 我也提了一大堆問題 我問各位 台南市府有回答我們嗎 我跟各位講 完全沒有回答 公平會說明會陳警惠 都辦假的嘛 你來講一講你來發現一下 那就是剛剛講的那兩個答案 我們已經定案了 謝謝你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你只要領錢給我走路走人 中華民國還是一個實施民主憲政的一個國家嗎 我今天特別寫了一頁 來幫各位 特別 一定 麻煩看一下 我特別寫這一頁 我把 我們最近從 我們的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 土地徵收 一定要符合非常嚴謹的要件 一般我們在學術界 我們會談 至少要符合六個要件 第一個一定要法律規定 第二個一定要增進公共利益 第三個必須符合必要性 第四個符合比例性 第五個一定是最後迫不得已的手段 如果你滿足了這五個要件之後 才會進入到補償 才會進入到補償 現在談談事務是跟你講什麼 我給你補償 兩百多萬 剛剛陳先生鄭先生講了 我給你兩百多萬 你就給我頒獎 他不跟你談 二三四五的這個要件 他只跟你談第一個 有沒有法律規定 第六個 要如何進行補償 而且我要跟各位講 雖然是這個案子 雖然叫做一般徵收的案子 跟很多大埔的案子 區斷徵收 雖然在法律的性質上是不一樣 但是他們都屬於土地徵收 台灣的土地徵收就是太過於腐爛 不是只有大埔的那個區斷徵收而已 其實我跟各位講 一般徵收是比區斷徵收更差啊 各位懂意思嗎 區斷徵收你還可以領到地 一般徵收只有領錢走路啊 一般徵收是比區斷徵收更糟糕啊 所以我們現在什麼 我們台南市政府在21世紀 我給你錢 你就給我走人 我們台灣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我特別 羅列出幾個重要的最高行政法院的一個判決 一個是最高行政法院96年 判事第1442號的一個判決 這個判決的一個主要的要子是什麼呢 你不能夠把自己的公有地留下來啊 然後去徵收別人的地啊 自己的公有地留著不用 以後準備來開發 或者進行所謂的公園道 有沒有像台南市府一直跟我們講 這以後多馬路 可以這麼搞嗎 你把自己的公有地留下來 然後去徵收私人的土地 你明明就可以在自己的公有地上來施工的 為什麼要這樣的侵害人權呢 這是 1442號判決 它主要的一個要子 裡面有一句話 需用土地機關 至應優先利用其公有土地 不得任意讓公有土地閒置 再假借徵收手段 以取得公共失業所需之私有土地 有沒有 1442號明白這麼講啊 另外第二點 也就是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判事第1067號判決 也就是什麼呢 這個判決最主要的一個要子是什麼呢 也就是徵收一定是最後最後破不得已的手段 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你才能夠給我走徵收 現在經監會的要求 怎麼樣 要用土地開發來挹注 這些公共建設所需的一個費用 可以這麼搞嗎 我問各位 這個案子有沒有替代方案 從民國84年到民國99年 有沒有替代方案 有啊 本來的方案都是什麼 都是徵用跟人家借土地 然後呢 做帶零食軌 之後再把什麼 再把等我在原軌底下施作完工之後 再把原來跟人家借的土地再還給人家 人家這邊4075大家也都非常的寬容 如果政府真的需要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先借你 像台南政府搞成怎麼樣 重點是什麼 我本來跟人家說借的 從民國84年就跟人家說要借 借 借到我民國99年吧 96年 突然變成了 欸 我不還了 我問各位 這不是強盜 那什麼才是強盜 我再講一遍 如果這不是強盜 那什麼才是強盜 可以這麼搞嗎 明明你可以用借的 可以用徵用的 結果你現在徵用借的 你說欸不要 我 我要用徵收的 我只有賠你一些錢 你都給我搬家 可以這麼樣搞嗎 賴清德你可以這麼做嗎 你現在呢 大家都說你是未來 啊 總統的候選人 你可以這麼做嗎 這實在是讓人家非常非常的一個失望 另外還有很多個判決 我都寫在最後一段 麻煩各位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大家注意一下 土地徵收 一定要符合 嚴謹的要件 否則 就會侵害 基本的人權 我個人認為 台南市政府 目前的做法 就是嚴厲 侵害 基本的人權 派請大家 多給他們支持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請那個 陳大